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玩转手机摄影,我是哲鸿 在上一期的视频专业模式中,我给大家介绍到了ND剪光镜 但是那是大江Mavi Air 2的专用ND镜 用在手机上就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魔改出了这个可以更换镜片的模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我发现华为手机的延时摄影功能 是支持自定义相机参数来拍摄的 不像其他手机只能默认拍摄,或者只能调整速率来拍摄 这就给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种试卷流水帮的延时摄影 但是这是需要专业相机加上ND剪光镜,还有滑轨来实现的 所以这一期呢,我来到了公园,带上了我的滑轨 还有这台魔改过的华为Metal 40 Pro家 看看能不能拍出类似的效果 好,我们先来拍一张看看 这样拍出来是这样的,平平无奇 那我们用那个时间流水功能来试一下 好的,大概是10秒钟的曝光 可以看到有这种效果了 那我们用那个专业模式来试一下 如果是用到这个一倍镜头的话 10秒钟是会完全过曝的 所以切换到我们这个 带有这个ND剪光镜的广角镜头 来试一下 多到8秒左右看看 8秒的残暴光试一下 还有空机调那个 有那个效果了 再调整一下 把对焦 拉到最远就行了 白平衡试制一下 5千多6千差不多 这样一点点拍门 6秒左右 所以有那个效果了 大概就是这个参数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滑轨 这里的流水声太吵了 下面我用画外印来配音 在确认了基本参数之后 就可以来拍摄延时了 打开延时摄影功能 连击自动 先来调整第一个参数 速率 这里的每一个设定都会提示对应的场景 而这个抽针时间实际就是间隔时间 在这里我们讲要拍摄四卷流水的效果 选择90层的云彩效果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拍摄时长 一般我会选择在无限时 这样可以随心拍摄随时结束 然后就是这个Pro了 这就是华为手机跟其他厂商的不同之处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各种相机参数来拍摄 根据刚刚用专业模式 试拍的参数 对号入座 然后开始拍摄 试一下它的预览效果 感觉各种参数都OK了之后 就可以试制这个洋葱工厂 日狗三代的电控滑轨了 直接用手机临接蓝牙 试制A点和B点 然后试制一下间隔拍摄的时间等等的相关参数 同步开始录制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拍了有33分钟左右了 结束来看看效果 最终合成了一个8秒钟的 试卷流水延时视频 在华魁和ND滤镜的帮助下 类似的效果已经有了 但是好像有点翻车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水流在不同程度冲击时 水面反射光线造成的亮度闪动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玩转手机摄影分享的全部内容 本来还想多拍几个场景给大家演示一下的 但是没办法 它拉闸了 没有水了 那希望本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